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加玛帝国还有谁敢凌驾于我之上呢 莫黎的目光忽然扫见那缓缓对着大门之外走来的萧炎两人 回想起今天那位足叔的回报 他知道这两个人就是昨天他的妹妹得罪的人了 他赶紧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 瞧得莫黎的举动 纳兰奄然也是略微有兴趣的把目光投了过去 他对这两个神秘的黑袍人同样是抱有几分的兴趣的 哈哈哈哈 两位先生 在下是莫家的莫黎 听说昨天社妹不小心得罪了两位先生 家父便遣在下向两位赔个不是 莫黎脸庞上的笑容看上去颇为的真诚 要是两位不建议的话 今天正好是莫家的喜事 不知两位能否赏个面前去一叙呢 不得不说呀 这个莫黎说起话来倒还真是滴水不漏 颇容易获得人的好感 不过这对于他本来就抱有恶感的硝烟来说 无疑是没有半点作用的 顿下脚步 硝烟的毛子擒着一抹细虐的望着面前的莫黎 心中想着若是他知道毕恭毕敬称呼着先生的人 就是当初那几乎一只手就能解决掉的废物少爷时 又是何种精彩的表情呢 硝烟的心中冷笑了笑 微微的抬头 淡淡的说着 不用相请了 我们此次的目的就是赶往莫家 我想过不了多久 莫少爷应该就能在莫家见到我们了 说完了 硝烟静止穿过了莫黎 然后两个人缓缓走出了大门 最后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立在大门处 纳兰燕燃 微微醋着柳梅 他轻声的喃喃着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为什么让我觉得 有些耳熟呢 我们翻回头来再说硝烟 穿过了几条人流汹涌的街道 硝烟两人围着严城转了将近半圈之后 方才逐渐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莫家 站在街道的尽头 硝烟望着那严实的宛如一个小型堡垒的莫家总部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莫家不愧是加玛帝国东部省份势力最强大的家族 光是这所防卫森严的堡垒 便不知道投入了多少财力来修建 在那高耸的墙壁之上 几乎每隔几十米便是设有巡逻的防御 在一些空隙之处 硝烟能够隐约的看到 锋利的剑刃在日光下闪烁着森寒的豪光 灵魂之力粗略的从堡垒上方扫过 硝烟察觉到 在堡垒的上空至少不有十几道毫无死角的视线封锁 谁若是想要从天上而进 恐怕那隐藏在暗处的无数的箭支会立马将来犯者射成刺猬 目光在堡垒中扫过 海伯东略微有些惊异的说道 嗨 这防卫挺森严的呀 看来 想要不惊动任何人潜入进去 还真是有点麻烦呢 嗯 的确是有些麻烦 硝烟微微的点了点头 或许是因为 今天是莫城大寿的缘故 堡垒之中的防卫兵力更是增加了好几倍 在这种近乎密不透风的防守下 硝烟和海伯东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进去 还真是有些困难 海伯东皱着眉头 要不我去搞两张请贴吧 以我们这种打扮 一看就知道是来者不善 就算有情帖 别人也不会在未搞清我们身份之前放我们进去的 硝烟笑着摇了摇头 目光停在墨家大门处那极为热闹的庆贺的人流上 片刻后转向一处偏僻的小道 对着海伯东挥了挥手 跟我来 这两个人行进了小道 最后沿着墨家外围转了半圈 最后停留在一处安静的地所 这里因为地带的偏僻 所以来往的人流极少 堡垒墙壁上虽然也有着巡逻的守卫 不过相比起外边来 这里的防御无疑是要薄弱许多了 站在一处聪裕的树荫下 硝烟抬着头 静静的望着城墙上守卫交替的循环 许久之后 脚尖猛的一塌地面 身形化作一道黑影闪电般的标射上堡垒城墙 手掌急速的挥动 青色的火焰从指尖暴射出来 迅速准确的击中那几位 因为交替巡逻而过的守卫 青年地心火那炙热的温度 让那几名守卫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 便是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 化作了一棚黑色的灰烬 淡漠地瞟了一眼地上的灰烬 硝烟绣袍清灰 一股进风涌出 将之清扫的干干净净 在硝烟把现场清理完毕之后 海伯东也是悄悄地闪掠上来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迅速地跃下堡垒的墙壁 躲过那几乎没有丝毫间断的巡逻队伍 身形化为两道影子穿梭在房屋的阴影里 我说你打算怎么找啊 这墨家这么大 要是说没有一些密室的话 你恐怕也不会相信的 这样挨着找 你得找到哪天呢 身影 全坐在一处阴影里 海伯东浑身的气息 此刻都被完全地收敛 而借助着黑袍的庇护 即使现在是大白天 可依然是把自己隐秘得极为完美 看他这种熟练的动作 明显以前也干过这种事 他自顾望着周围 那密密麻麻的房屋 无奈地说着 硝烟沉吟地说道 我曾经和清林待过一段时间 所以对他的气息颇为的熟悉 待会儿 我会用灵魂力量扫描墨家 这要不是一些身处地下的位置 我应该都能探测得到 海伯东回答着 这灵魂力量虽然我也不弱 不过却比不了你们炼药师啊 所以这种搜索的事 只能交给你了 嗯 您帮我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就行了 微微点了点头 硝烟眼眸微闭 要老那股雄浑的灵魂之力 迅速地破体而出 然后成连衣之状 对着四面八方 急速地蔓延开去 在灵魂之力蔓延而出之后 一幕幕环境影像 在硝烟的心中飞速地闪过 不过 却并没有发现清零的踪迹 随着灵魂之力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宽阔 硝烟的眉头 却是皱得越来越深了起来 扮上后 没有丝毫成果的它 只能将扩散的灵魂力量收拢而回 然后仔仔细细地扫描着周围的环境 起点中文网 版群所有 畅听网 荣誉出品 由于需要精确的寻找 所以硝烟灵魂之力 笼罩的范围 却是缩减了下来 以至于它不得不随时移动着身形 方才能够使灵魂之力不断地扫描着另外的地方 搜寻 在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硝烟终是脸色阴沉地睁开了眼睛 瞧着硝烟的表情 海伯东便是知道了答案 不过还是习惯性地问了一声 没找到 嗯 这墨家应该是有着一些难以发现的密室 不然 以我这般的精确扫描 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的 硝烟的眼睛透过墙壁的缝隙 望着外边那全副武装巡逻而过的守卫 皱着眉头 声音低沉 海伯东摸了摸略微有些花白的胡须 撇着硝烟的脸色 墨家的那些家伙 会不会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 把那个清临小姑娘给 嘴角急促地抽出了几下 硝烟深吸了口气 脑海中再度浮现了当初小女孩 那副胆怯的让人心疼的可怜的模样 她咧了咧嘴 森然地说道 要真是那样 我不建议血洗了墨家 望着硝烟那满脸森冷的脸庞 海伯东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保持着沉默 不再出言刺激了 硝烟阴沉着脸 斜靠在墙壁上 不甘心的她 再度启用了要老的灵魂力 仔细地搜索了一圈 得到的却依然是那杳无音讯的结果 望着呢 随着扫描的深入 脸色越来越阴沉的硝烟 海伯东摇了摇头 我说 算了 直接动手吧 把那个墨城抓起来 打个半死 我想他应该会说的 文言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绣袍中的拳头紧紧地握着 半晌后 微微点了点头 阴冷的轻声 也好 直接动手吧 画壁硝烟绣袍青灰 脚尖倾踏地面 身形便是犹如大棚一般的 轻巧地跃上了房屋的顶上 目光在四周扫过 然后贴着房屋 对着堡垒中央位置的那座 庞大的大殿 闪掠而去 其后 海波东的身形 犹如清风中的落叶一般 轻飘飘地紧跟在身后 将速度施展到极限 硝烟和海波东的身体 几乎化成了两套模糊的黑线 瞬息间便是闪掠上了百米的距离 而在那些房屋之下 巡逻的守卫 则只能感觉到一股怪风忽然狂涌而来 带着他们警惕地抬起头时 却是连鬼影都没能发觉 说到这儿 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问了 这个清林究竟有没有被杀掉呢 光线略微昏暗的密室 几道人影 坐立其中 守卫之上 一名头发花白 身着弹灰衣衫的老者 低头 开口说道 莫烈 事情 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个中年男子恭敬地回答道 大长老 已经确定了那个小女孩 确实是拥有传说中的 碧蛇三花童了 哈哈哈哈 那就好 文言 老者眼瞳一亮 一抹兴奋忍不住地闪掠过脸庞 阴声地笑着 没想到我莫家这次会这么好运 竟然能够遇到这种还没有成熟的 碧蛇三花童啊 大长老 那碧蛇三花童 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吗 哈哈哈哈 说不定还不止呢 你们没瞧到 那个小女孩护身的双头巨蛇吗 那可是一头斗灵级别的守护兽啊 若非有着这碧蛇三花童的缘故 你们认为凭借他那连斗者都不是的实力能够将之驱使吗 只要我们能够取下他那双眼睛 然后将之催调至成熟的地步 在这加玛帝国还有谁敢与我抗衡啊 到时候即使是云运 我也能与之抗衡 又何须再依靠他们云蓝宗呢 如果是能够省下去每年给他们上缴的那些庞大的供奉 我们墨家的发展速度恐怕远远不止于此啊 老者手掌重拍着桌面 满脸不甘的说着 对于这老者愤怒的话语 其他几个人也不敢插嘴 只能赶忙点着头 对了 石墨城那边派去的人有回报了吗 那墨铁拥兵团可是清除干净了 他们与那小女孩待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 说不定也发现她眼睛的秘密了 这种事绝不能传出去 所以他们必须死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老者忽然森然的发问 还没有张老 不过漠然他们的实力想必快了 老者冷漠的说道 传消息 让他们搞快点 将那墨铁拥兵团清除后 最好再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那杀之拥兵团也尽数杀了 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的遗漏 懂吗 是 嗯 微微点了点头 老者干枯的手掌轻敲着桌面 忽然说道 对了 昨天莫莉所汇报的那两位黑袍人 你们可探清了他们的底细了 呃 没有 这两个人似乎忽然间冒出了一般 我们并没有他们半点的情报 尽量派人注意一下他们 总觉得这两个人有些不对劲 等今天庆典完毕后 便开始移植那个小女孩的眼睛 我怕夜长梦多 是 对了大长老 纳兰奄然也来了严惩 嗯 我知道 让莫莉多费点心思吧 要是能够与他结成关系 借助着纳兰家族和云兰宗 那我莫家的地位也会再度的迅速的攀升了 到时候东部的省份和其他三大家族也没有可能与我们抗衡了 呃 大长老 听莫莉所说 那个纳兰奄然似乎挺难收服的 和云兰这种女人待久了 她也不再像几年前那青涩的丫头了 对于这种性子高傲的女人 莫莉那种温和的手段 可能没什么太大作用 要是有机会 让她动点别的心思吧 只要能够把那个女人变成我莫家的儿媳妇 我不反对她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哈哈哈哈 文言房间内的几个人 都是发出了一阵淫秽的干笑 显然那些所谓下三滥的手段 身为男人的贪门 也是极为的清楚的 好了 外边还需要我去把持大局 你们今天吩咐手下多多注意一点 另外 关押这个小女孩的地方 也多派几个人严查 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偏差 是 几个人 公声的应和着 玄机起身 缓缓的退出这房间 哼 云蓝踪 等着吧 我莫家 迟早有一天 把你们吃下的东西 都给我吐出来 昏暗的房间里 老者扭曲的面目 隐隐 透着一股 猙獰 宽敞的大厅里 人头汹涌 极为的热闹 洋溢着一股喜庆的气氛 在大厅安置的特定座椅上 坐着来自帝国东部省份的 势力首领或者代表 对于这个加玛帝国东部位置最为强大的势力 虽然很多人心里恨不得莫家早点垮台 可是这表面上的功夫 却依然必须做得极为到位 在大厅高台的首位上 一位头发花白的华服老者 正对着下方来往的宾客抱拳行礼 他似乎极为享受着这种无数道嫉妒羡慕的目光的注视 因为那苍老的脸庞上喜庆中略微夹杂着些许得意的笑容 这个老者就是莫家的大长老 莫成 同时也是莫家的一根顶梁柱 现在那莫家能够有如今的地位几乎大半都是他的功劳 在这个时候 大门之处一道响亮的通报传入了大厅 言诚诚主 博尔大人到 朋友们 莫成的这个寿蛋能够成功的举办吗 与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167回 欢迎加入小赃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双词一起聊豆粿 小赤稳都说 小赤蛋糠 小赤蛋糠 月 Port薇 回去买 小赤蛋糠 车